你看完這個新妹妹的新聞 就覺得現在很多這個小女生 都還蠻會耍心機 像你就回想到之前的演藝圈的 雞排妹好像也是這樣發跡的對不對 新妹妹也不是第一個這樣子放話 諷前輩的人 雞排妹也是這樣出來 雞排妹去年才出來 她也只是暴如在網路上面教大家炸雞排 這樣子就能紅 早知道聖妹姐就去炸雞排 她也有暴如 妳是書雞之類的 我不能學點別的嗎 最近有一個媽媽 有一個媽媽她都穿很熱的衣服 然後去賣早餐 然後穿很熱嗎 賣早餐 要紅油很難 要紅油很難 妳這樣也紅了 加油 這是妳 妳還可以 像年姐有辦法嗎 年姐想賣都還不行 妳是得天獨厚對不對 年姐沒有來 妳也要這樣 雞排燥了嗎 她前輩放在眼裡 因為她這個身材破滔洶湧 她一出來當然就是有廠商找她拍寫真集 所以她在去年的暑假的時候 她就要拍一本性感寫真 然後她就吹嘘說自己多厲害多厲害 但問題是那暑假期間是 兵家必爭之地 很多女生 很多性感的女性都要出 那時候同期的有誰有林彩提 劉香詞 什麼蛇姬對不對 許惟恩都在那個時期要跑出來要出寫真 所以當然記者就會問她 那妳是新人嗎對不對 妳自己排妹妳第一次出來 妳有什麼特別的 妳選擇姐有什麼特別的 那妳看看劉香詞 妳覺得她人家怎麼樣 她也沒再怕的喔 她就直接看了一下說 她說 拜託 她的鞋子也太無聊了吧 也太無趣了吧 拜託 真敢講 而且她還嫌人家劉香詞 27歲拍這個也有點太老了 因為她自己那時候是18歲 對 然後她看了一下又說 欸 她怎麼都在學我啊 她贏了耶 所以敢這樣講 對 所以週刊就拿出來比一比 她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學她穿這個小褲褲啦 不然要穿什麼 她說 我也有穿小褲褲 劉香詞幹嘛學我穿小褲褲 就是這樣 然後她又再說 欸 你看 我有穿這個比基尼 劉香詞也學我穿比基尼啦 她在學我啦 她說 唉唷 我也有穿小蕾絲 劉香詞也學我穿小蕾絲 拜託哪一個寫真集裡面 沒有這三套啊 這必備的啊 對啊 然後她就這樣子 她就這樣子諷刺人家 對啊 然後她有林彩提 林彩提人家也是問她說 欸 林彩提也出了 她就說 欸 對… 她是我心目中的勁敵 可惜她要延後推出了 真慘 好可愛喔 我覺得現在手片好可怕 為什麼這麼可怕 你是又把她當勁敵 林彩提人家說她好可愛 林彩提人家有事嗎 林彩提人家 站在男人的角度 你眼睛被蒙蔽了啦 站在男人的角度看 就是女人這樣吵一吵去 都是可愛的啦 就是 這種啊 就會有後攻 對 而且她這樣 對 因為她就很自豪啊 她說 欸 我年輕有本錢 對不對 她還說 我跟你講 這次裡面全部的造型 都是我自己的idea 我跟你講 我只穿一個小背心 重要的部位 只用一條線給她拉起來 她說你看 非常sexy 那記者就說 欸 你這種尺度 你乾脆拍全裸的就好了 對啊 拍全裸的這樣子 她就說 欸 不行不行喔 全裸的不能拍 為什麼 因為你看好多前輩喔 像許若萱啊 拍全裸的都架不出去 來喔 所以你家架不出去 那許若萱躺著也中槍 這樣比年輕還要強 欸 太恐怖了 欸 對